由于恩多清宫系的热炒,多尔滚,这位寿命很短却威名长存的大清王爷对今天的老百姓来说,并不算陌生,估计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他和美女笑装的八卦飞温了。 多尔滚是个军事猛人,算是满清开国第一功臣,可死后不久却被顺治皇帝狂骂,演为十恶不赦的逆贼,连失手没被放过。 而到了乾隆皇帝时,突然又觉得多尔滚攻击无敌,于是给他平反,再度把他推上荣耀崇高之位。 多尔滚生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二年,他是勇猛飘悍的满清第一代领导人,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十二岁即进入洞房的小罗利·阿达亥的儿子。 如果把努尔哈赤的全体儿子都按年龄顺序排列一下的话,那么多尔滚名列第十四,多尔滚十五岁那年, 多尔滚又小的心灵遭到一连串的沉重打击,他把兴致勃勃地去抢地盘结果,被对手袁崇幻重创,怪了,他妈妈遭到他一母哥哥黄太吉的残酷逼迫,殉丧了,他被他哥黄太吉剥夺了极位的可能,黄太吉成了满清的第二代领导人,即清太宗,多尔滚则成了贝勒,袁崇幻父母双亡又被哥哥打压,又粘着多尔滚成了一个悲剧的可怜娃,但多尔滚又是一个聪明扫熟的孩子, 他努力让自己不要更悲剧,从此,这位九贝勒就紧密追随哥哥黄太吉,在黄太吉面前使劲表现自己的忠诚,勇敢和智慧当然,这智慧只能表现在军事上,而非政治,在刀口舔血的日子里奉献自己的青春,他跟随黄太吉南中北战,打出了自己的威名,打出了自己的本领, 阿巴亥几乎每次出征,多尔滚都有一番精彩表演,打速迪明朝,他主要的手段是玩命和抢劫,经常冒着明军的炮火出风在前,并在作战中疯狂抢劫人口,深处和钱财,河北,山东,山西等地都曾被这位九贝勒无情地蹂躏过,打不服管的蒙古,他主要的手段是忽悠, 24岁时他未损一兵一族就把蒙古查哈尔布领导人给劝降了,还把这个成吉思汗的后代忽悠地乖乖交出了元朝的传国玉玺,打明朝的小弟朝鲜,他主要的手段是抽一巴掌揉三下,明重真实年1637年他在江华岛列了一千多朝鲜军,接着又大大优待被俘虏的朝鲜王妃,王子和大臣,搞得朝鲜国王又郁闷又无奈又赶纵,最终毅然选择了脱离明朝, 在清军还没打进北京之前,多尔滚就已经建立了宣赫战功,成为大清凝将中的巨星,王爷中的极品,明朝真16年1643年,多尔滚为之效忠的皇帝哥哥黄太极驾崩,到底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为满清第三代领导人呢,成为一个既复杂又残酷的问题,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为大清建立无数宫兴的多尔滚,总认为,资格盖上皇冠是当之无愧的, 但是八旗中愣是有五席都力挺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亲王,豪格多尔滚很憋气,但他又很精明,他知道如果来应的,肯定会导致满清内部互掐,这样一来别说去夺取大明朝的天下了,自己人就能把满清给折腾死。 于是多尔滚耍了个堪称阴谋盈利经典的花招,借豪格牵扎之际,顺水推舟,提立皇太极的第九子,六岁想男生弗林为帝,而由他和堂兄继尔哈拉辅正,这个建议获得高票通过,宁崇真十七年1644年,纯洁儿童福林登上皇位,年号顺制,多尔滚和堂兄继尔哈拉辅正,称是正王,就这样,多尔滚通过立儿童皇上这招,既没让他最不待见的政敌豪格得逞, 又掌握了满清十权,没多久,全域新天的多尔滚又玩新招,把豪格送进了监狱,法吉尔哈朗变出了权力中枢,他彻底成了不带皇冠的皇帝,就在多尔滚成功会上摄政王的时候,一代造反高手闯王李自成,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,崇真上吊,明朝灭亡,多尔滚的对手从明朝变成了李自成,多尔滚坚定认为,北京这块黄金宝的,绝对不属于李自成这个大土匪,而应属于他们伟大的爱心, 绝罗家族,于是他率领十万大军,浩浩荡荡荡的进发山海关,直居北京城,李自成正巧此时,爱切成员员被李自成军队夺走的明朝辽东总兵吴三贵,向多尔滚连泡眉眼,表示愿意投降大清,供灭李自成,多尔滚好不兴奋,马上同意,他说着攻打李自成,应是清军和吴三贵的共同任务, 但狡猾的多尔滚可不想让他的八旗兵都罗血,他让走狗吴三贵打头战,自己先欣赏一下吴三贵和李自成,这两名默默人的精彩互殴,当吴三贵快要被李自成殴死的时候,多尔滚下令引力带劳的清兵突然杀出,一举扭转战局,大破李自成,多尔滚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城,山海关大战,多尔滚利用吴三贵 打扮李自成夺战北京,为满兴入主中原开了一个好头,光高盖世的多尔滚,给自己加封为叔父摄政王,几年后又升级成皇父摄政王,俨然以顺治皇帝的老爹,大清王朝的老大自居,清金入关后,多尔滚的权力和野心同时膨胀,他一面乐滋滋地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巩固满兴统治,一面凶狠狠地进攻那些不服满兴的敌对分子,在满兴大军凶神乐煞的围追堵截下,李自成的大顺级统 团灭了,张献中的大西集团灭了,明朝老朱家的残余力量难免小朝廷,也被打成了严重残疾,到顺制五年1648年,也就是多尔滚37岁时,除了南方小部分地区外,清朝基本上算是统一了天下,统一全国,结束乱世是好事,这凡的承认,但在统一过程中,以多尔滚为首的满清统治者也干了不少极端不厚导的事,他们整人整得太狠了,即对汉民族实施残酷的民族 毒压破政策,他们强迫汉人和他们一样留辫子造型为惹严惩,他们在扬州等地血腥图成烧杀隐略,他们搭搞圈地,使无数汉人,成了无家可归的满流 所以说,那些爱看清宫戏的朋友可得注意了,您被电视剧中瞎编的故事所吸引的时候,也别忘了在历史上还有过这么残酷血腥的一幕 扬州十日顺治七年1650年,为大清统一天下立下汉马功劳的摄政王多尔滚病逝,终年39岁,被追尊为成敬义皇帝,妙号成宗 看这两号,绝对是帝王无遗呀,但多久,以成僵尸的多尔滚就滴入了万丈深渊 很多对多尔滚生前专横打护不满的大臣憋了多年的怨气爆发了,纷纷揭露多尔滚的谋逆罪行 早就对叔叔的霸道,算得牙根痒痒的顺治帝,下赵剥夺了多尔滚生前的一切爵位 开产和荣耀,还对他绝本殿尸,销手势众,可怜多尔滚从盖世功臣变成了万恶秘贼 一百多年后,多尔滚突然又从万恶秘贼变回了盖世功臣,顺治的重孙子乾隆帝重新认识到多尔滚最大清的伟大功绩 正所谓绝功最主,于是乎为其平反,恢复了其锐亲王的爵位 这就是多尔滚死后的荣辱折腾 最后咱再说一说,卖位与多尔滚,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大美女,嚣张皇太后 由于清宫系的泛滥,这位大美女的知名度不亚于她的绯闻男友多尔滚 她比多尔滚小一岁,乃蒙古科尔庆部贝勒的女儿 13岁时嫁给24岁的皇太极,后生下顺治 子女天生丽质,多谋善断,皇太极死后先后辅佐儿子顺治 先子康熙两代小皇帝处理国武,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女政治家 传说中,为了维护宝贝而最顺治的皇位,她下架给了小叔子多尔滚 但此事到底真假如何,后世争论不休,成为扑朔迷离的亲公遗团 下张皇太后本文为李蒙独家撰写,喜欢的,记得订阅本头条号